哈囉各位晚安 我是博勝 今天要幫各位介紹的是我們COSE的一個音響 我們現在現場看到這是Driver加的音響 那他是沒有加4G聯網的 那我們先啟動電源 那我們現在現場看到這一台是GR版本的 然後打開螢幕之後會出現GR的一個字樣 給各位做個參考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是我們一般的Driver加的版本 先把車子做發動給各位做個示範一下 那一樣我們打開之後會看到有一個警告的標語 我們按確定 那他就會進去我們做我們開啟的一個動作 開啟的動作 那因為我們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說他會做一些設定 像我們設定日期的時間 然後我們按下一步 那他這邊來講的話我們就是 一定要在停止的狀態做設定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來講的話是1月 是12號 我們把時間先幫 設定好 11月12號目前的時間是2023年 然後時間的話是 22點56分 22點56分 那我們把時間先設定好 22點56分 好 設定好之後來講我們按儲存 好他就會進去我們設定的一個畫面 那我們從左邊開始幫各位做個介紹 第一個是我們的電源鍵 再按一下會產生黑屏 再按一下就會啟動我們的電源 第二下是我們的Home鍵 Home鍵 那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上面有一個時鐘 跟日期的一個畫面 然後左下角有一個多媒體 然後再過來有電話 跟我們的裝置連結 還有我們的設定 這邊有兩個點點就是有第二頁 滑過來有第二頁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電台 那還有我們上面可以看得到 我們有一個autoshow 再過來就是有靜音鍵 我們只要按這個靜音鍵 他就會變靜音了 那底下這邊有一個連線 就表示我們現在沒有做連線 就是電話連接上去 所以他這邊沒有顯示 我們可以設定的功能 那這是有兩頁 那就是我們第二顆Home鍵的位置 那第三個是返回上一頁 那第四個是我們的聲音大小聲 可以在這邊按 或者是在我們的音響上面按大小聲 大小聲 再過來還有一個方式 是在我們螢幕上面直接滑動 像我們剛剛按大小聲之後 滑動底下的游標 底下的游標就可以聲音 控制大小聲的部分 大聲跟小聲 然後最底下呢 這個是有一個我們脫掉車的符號 他叫一鍵救援 那這個一鍵救援的話 就是說如果說你有在公司投保 我們的保險的話 就可以透過這個一鍵救援 直接呼叫我們 透過我們的手機 藍牙的部分 撥打出去 給我們的一個救援廠商 一般我們都是全風脫掉居多 那就可以透過我們這個電話 直接撥出 幫我們打電話給我們的廠商 需要道路救援的一個部分 那這左手邊這些功能 稍微幫各位做個說明 然後我們按第二個Home鍵呢 我們從多媒體 開始幫各位做個介紹 按一下之後 會看到我們的來源 目前是我們的廣播電台的部分 那右手邊可以看到一個像電台的一個符號 那底下是我們的一個頻段 他是FM1 再按第二下有FM2 FM3 那底下來講還有AM1 AM2 那底下有一個預設 你就會看到我們的一個頻道的畫面 現在是F1有六個畫面 那我們如果說要刪除的話 我們就按住我們的畫面上面 他會出現 出現我們的刪除預設電台 你只要按刪除 我們那個符號 就我們的電台的頻道符號就不見了 第二個也是一樣 按住他 我們先做刪除的動作 刪除的動作 上面就會看不到電台的部分 那我們底下會有來源跟掃描 還有我們的箭頭 像這個按左邊的話會找一個頻道 那第二顆是我們的微條 一樣左右邊的微條 按右邊 他會尋找到一個電台就會停止了 這是我們微條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你按掃描的時候 他會一直跑 那會一直跑 全部run完之後 他現在停止了 六到八秒會繼續往下跑 六到八秒會往下跑 那這個是我們稍微跟各位做個說明 左右微條的部分在中間 然後找一個頻道辦自動的 然後掃描就是六到八秒會跑下一個 然後我先把我們的那個 先 先靜音一下 OK 那我們繼續說明 我們現在一樣按住我們的房子 第二個home鍵的位置 那我們會出現多媒體點一下 那我們這邊一樣 就是左右邊的一個 半自動搜尋 那中間是微條 那底下掃描就是六到八秒會繼續往下跑 那來源的部分點進去之後 他會可以看得到我們有USB 還有我們的廣播跟我們有藍牙 如果藍牙有開啟會顯示藍牙的符號 那隨身碟的話我們 這邊底下有插隨身碟的話 上面就會亮起來就是有隨身碟 那中間這是廣播電台旁邊是藍牙 那這是來源的部分 我們可以設定我們的音源是從哪邊來的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一樣幫客人先做個預設的一個設定 那像我們右手邊這些已經沒有設定 我們可以從這邊來開始幫各位做個設定 一樣我們可以從這邊點 比如說我要用古典音樂台 就是97.7的話我就按加 他就會設定跑過去了 當再過來 比如說我要景廣路況 94.5之類的 我一樣 跑到快到的時候我可以在這邊做微調 然後做設定 這些電台的話都是一般比較常用到的電台 我們可以設定到我們的電台 常用的電台 包括91.5 92.9之類的 這邊 就可以設定我們需要的電台 那這些電台都還是有播放一些不錯的音樂 可以在這邊做個設定 那現在設定上去的 這六個電台已經設定好了 如果說你的隨身碟有插影片的話 可以按第二顆 我們這邊有影片 點下去之後會有挑影片的畫面 這邊就可以看了 那一樣行進間的話 要解除設定也是在我們的 影片裡面有說明過 待會我會幫各位做個說明 如何解除我們行使間殼 觀看的一個動作 但是還是建議各位不要邊開車邊使用 這樣來講會很危險 那一樣 這是我們隨身碟的部分 如果有影片的話可以在上面播放 那以上這個是音訊的一個設定 你可以需要的畫面在這邊去做微調 FM2還可以再設六個 FM3也可以再設六個 AM1 AM2 一樣都可以設定電台的功能 那我們電台的部分就介紹到這邊了 那第二個 是我們的電話 電話的部分一樣我們按左上角 去搜尋我們的一個手機的功能 一樣先右上角開啟我們的藍牙 然後搜尋我們這個藍牙的訊號 這邊有訊號 當我們開啟如果有搜尋到這個訊號的時候 我們的手機會跑在下面 記得要先做配對連結之後 才能在車上使用藍牙音樂跟藍牙免職的功能 這是我們的藍牙功能 那一樣進去的話 這個是連結的部分在上方 這裡我們的連結 然後連結的話 在我們右手邊這邊可以看的到 這邊有我們的通訊錄 還有我們的鍵盤 如果說要打電話出去 那再按過來點點點或我們的一個設定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一些設定功能 比如藍牙的連結 靜音 亮度 還有我們的各種的所有的設定 都在這邊快速設定 點一下就會跳出來了 那這個是我們的電話的部分 藍牙的部分 那第三個是我們的裝置 裝置連結的話 它有藍牙跟我們的AutoShow的功能 AutoShow的功能 AutoShow這個功能來講的話 之前我有稍微提過 那我們是只有安卓手機 可以做AutoShow的一個連結 那右手邊是藍牙的部分 那你看 如果有啟動這兩個 可以去做裝置連結的功能設定 那再過來下方有一個設定 我們可以做哪些微調呢 第一個藍牙 我們可以在這上面 教各位如何去做設定藍牙的功能 第二個是我們的音效 它上面可以看得到我們的一個音量的等級 第二個 這邊按D下是我們的音量混音器 我們的媒體電話跟系統音樂的設定在這邊 可以看得到我們需要的聲音大小聲 都可以在這邊微調 那再過來的話是我們的音訊控制 你可以控制你的喇叭位置要在哪裡 如果說 它出現在底下有一個間諾跟平衡都是0 就是自中的功能 當然我們如果說在開的人來講的話 旁邊的人睡著 我們就可以把喇叭設定在我們需要的位置 這邊都可以去依照我們的需要去做調整喇叭的位置 那右手邊的話就是我們的低音的一個加強等級 可以在這邊設定 低音加強的等級有兩段可以調整 這是我們的低音加強等級的功能 那這邊是我們的音訊控制 你可以控制你的喇叭的位置要在哪邊 可以在這邊做微調 這是音訊控制 那底下是我們的等化器 有我們的預設啦 古典啦 電池啦 還有我們的聲樂啦 包括我們的結識樂 都可以去調整我們的一個等化器的功能 包括我們的一個預設 直接需要我們調整我們需要的一個音質 然後再往下就是我們的系統的一個音訊 有一個實體按鍵的音效 還有我們的觸控的一個音效 有需要可以在這邊做設定 然後顯示呢一樣 那這邊有一個亮度調整 可以依照我們需要的亮度去做調整 那上面我們的顏色的模式設定在自動 我們可以設定白天或夜間 我們一般都設定自動 那亮度的話就可以依照我們需要去做調整 然後我們的日期時間 上面也是一樣日期時間 那這邊有一個時間格式 就是當你按住這個時間格式 大概15到20秒不要移動 不要移動 跳掉了 我們按住它 大概停留到10到20秒左右 它會進去我們的一個裝置 我們的保護裝置可以把它做關掉的動作 你可以看得到我們上面 這邊有出現 記得把它點掉 點掉之後就是關閉我們的行駛間觀看的功能 行駛間的安全模式關閉了 上面有寫 該設定警工工程設定用途使用 你必須承擔 停用安全模式的限制的全部責任 因為這麼做可能會導致嚴重的意外 也就是說 不要邊開車邊使用這個影音系統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那我們用好之後 一樣按確定就會設定了 那底下呢 就是我們的語言 中文英文的一個設定 再過來的話 關於就是我們的版本 如果有更新的話 還有我們的Android裝置連結 那也是一樣 他會問你連線前的詢問 或者直接幫你跳AutoShow的功能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 我們的Course 我們的有加裝 不是 我們這是原車配付的 我們Driver家的音響主機 他是沒有擴充4G聯網的 那我們這台車的話 他是有搭配環景的功能 有搭配環景的功能 所以你如果當你按環景的時候 我們的音響畫面也會啟動跳環景的功能 那這個是Driver家的一個音響主機 那今天的博勝就到 介紹到這邊了 如果說對這個音響有不清楚的地方 麻煩可以在我們底下留言 那如果覺得今天博勝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如果說你還沒有訂閱的觀眾們 麻煩請幫我們訂閱一下 分享一下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如果說覺得不錯的話 要記得再幫我們訂閱一下 分享一下 感謝各位 晚安了 掰掰